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创建好之后我切换试图啊 一定要选择这个西南这个方向 OK 这就是我们的特试图效果对吧 打开这个效果 我们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说 关于这个圆角的效果怎么来操作 我们可以当过实体这个切换面板 然后这里面就有什么 圆角边 倒角 倒角边 圆角边的话我选择圆角边啊 选择它 鼠标移到这上面来 鼠标移到这上面来 我可以选择边 选择边 选择边 选择边对吧 选择边之后 我一条条选择的对吧 按西部纸加鼠标中间可以切换来看 选择好之后我们可以什么 调整它的半径 你可以调整它的半径啊 1对吧 我可以改成0.5 可以这样去调 半径是不是小了 对吧 你可以这样去控制它 或者你控制它的这种环 对吧 可以控制它的环形 还可以控制什么 边 面 和半径 如果搞定好了之后 挑一下回照键 来个什么 半径对吧 0.5 OK 确定一下 这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改变的一个效果 圆角边 OK 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对吧 如果我们这地方创建一个圆柱啊 圆柱出来了 对吧 圆柱我给它做成什么 倒角边 同样的你可以选择什么 一条边或者环对吧 一条边 OK 这样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敲什么 回照键 或者 敲一下回照键 OK 就确定下来了 对吧 你可以指定什么 距离 距离多少 0.5 0.5 小点 这可以改变 0.3 更小 回照键 确定 我们就来改变这个对吧 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改变大小 好了 我下面来建一个叫 做一个 台式电脑这个显示器效果 我们来做个显示器好吧 我这地方直接画一个矩形出来 就OK 选择矩形 OK 你可以直接画矩形 对吧 这是矩形 那么显示器这样看着 对吧 这俯视图看着 返回 俯视图画这个要小一点 我聚中吧 矩形 俯视图看 俯视图现在我们从顶部看着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显示器的一个底座 那我从前视图来看的话 前对吧 这是底座对吧 前视图看的话 我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大的显示器 选择矩形 OK 这么快 这么快的一个大的显示器对吧 大家同学说这个聚中不聚中嘛 你都可以去调整它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可以去调整它聚中对吧 这从前面看没问题吧 那我从侧面看 侧面可以左或者右对吧 右看这样的效果 右的话 我要画一个这个效果 画一个就是 显示器后面跟下面底座结合起来的这样个结构 我可以通过什么 多端线啊 一条线上来 这地方可以选择圆弧 OK 然后再选择什么 再可以选直线 圆弧可以再选直线 一定看一下捕捉啊 这样不就直了吗 对吧 一点点 下下后这件 这地方就分成三段了 对吧 从前面视图来看 前视图来看 这个有没有聚中呢 你可以这样去看啊 选择这个移动工具 我们找到莫甫这个工具啊 这个 转下它 那么它中心呢 这样才聚中对吧 转下回头键 OK 这样才聚中 OK 没问题吧 好了之后我们来做这个形状 我们回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选到西南等折 这个我们来做的话就做什么效果啊 这个我们做的效果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画的线宽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成一个叫三维的感觉 三维的模型 这个这个形状怎么来做三维的 就拉伸工具 对吧 最简拉伸工具嘛 然后敲一下回头键 我们现在这个显示器都是什么 显示器这个屏幕都非常的薄 对吧 没有那么厚 对吧 OK 这样来画个这个形状出来就OK了 对吧 好 我用这个效果来看 但是这个显示器现在要求的就是什么 这些地方都是什么 我们这些地方都是什么效果啊 都是关于带有圆角 卡个小圆角 我们的小圆角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卡 小圆角怎么来卡 我的地方可以直接就是选择圆角命令来进行卡 它就OK 我们选择 圆角边啊 回车键 半径 0.5 接受 回车键 OK 这样就好了 对吧 大家说有同学说前面让他做一下凹进去的感觉 你如果你想让他做凹进去的感觉也是可以做的 凹进去感觉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不管运算来算一下就OK了 对吧 这正面对吧 我可以选择什么 切换到什么 正面 就是前四图 然后这地方最终的效果我们就用什么 线框来看 画这样的效果对吧 但如果中间我们再来画一个效果比例的话 你也可以画一个矩形 选择 多边形对吧 这地方来画 你可以约束他大小对吧 OK 捕捉关掉 这个垂直关掉一些 这个大小可以缩放一下 就这个 看在这条边可以缩放一下 SAC Scales 这个 选择几点 缩放多少 0.95 OK 选择对象的 对吧 再我们就缩放小了一个边 看到没 这就是我们缩放小的一个边 大家同学说 这个就是我们缩放的一个效果 对吧 好了 我们回到其他角度来看 选择 其他角度来看 这个边有什么用 这个边我们可以用来做不晚运算 我们在选择什么 带着色的边 对吧 这个 我们想要一个拉伸效果 选择他 OK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模型 可以向里面移动一点点 然后这两个模型在进行计算 好 确认一下 这两个计算的话 我们这地方就用不晚 对吧 A-B就行了 对吧 一个物体 选择对象 切一下回车键 再选另外一个物体 再切一下回车键 上去减 把三个关掉 这就是显示器对吧 凹进去的感觉 好的 我们后面这一块怎么做 后面这一块我们画个小矩形啊 底座嘛 对吧 一般这个地方是画个小的矩形 歪掉了 歪掉了这个地方 返回 我切换到顶部啊 顶部就是什么 俯斯图对吧 这边换个小的矩形 选择矩行命令 OK 再切换到西南的这个折 折向 这个地方怎么来做呢 我们这地方建模这个地方 除了拉伸之外 还有什么 叫扫掠 这个 我选择这个形状 敲下回车键 我再选择什么 入境 OK 这个就创建好这个结构了 对吧 那底部这个结构呢 就用什么 拉伸 选择它 敲下回车键 OK 底座的话 我做一下变化 底座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什么 底座我们就做一个 切脚 就倒脚 实体里面选择什么 我确定好之后 点下距离 这地方改成 0.3 敲下回车键 再敲一下 回车键 就确定 好 这样就改好了 敲下回车键 好了之后 这地方对它进行移动啊 选择移动工具来看一下 OK 我回到顶部速度来看 这物体选中它 我可以向前移动 这物体选中它 这一个物体选中它 向前移动 OK 我再切换了这个视图来看 这就是 按住shift键 加什么 加我们的这个 方向键 对吧 这个不能穿帮 对吧 OK 因为这神热重力 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做的显示器 这里面讲解的 关于这个圆解和导角命令的使用 好 大家去操作一下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来保存一下 好 好